大家好 我是阿东 今天来到了这个江苏的镇江市 镇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的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我是在镇江的市中心大市口附近 这边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呢 那么话不多说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好了刚才从这个马路菜场出来 现在呢就来到这个解放路 解放路应该是市中心的一个主干道吧 一般性像什么中山路啊 解放路啊 人民路啊 每个城市都有 而且都是位于市中心 这条路还是蛮宽敞的 还是挺不错的 前面就是镇江的大市口 嘿 大家好 我今天来到了江苏的镇江 众所周知 镇江是一座三千年文明的古城 承载着无数历史的烙印 那么其中商业的发展呢 更是镇江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实我觉得城市和人都一样 它都有记忆 现在的位置呢我来到了镇江的大市口 大市口是镇江的市中心 这里呢是区片的地名 大市口地处城市的十字中心 城市的两条主干道在此交叉通过 南北向是解放路 东西向呢是镇江的中山路 大市口这个地名啊历史悠久 元代之前呢就有记载 只是范围恐怕没有今天的大 以前的大市口非常的重要 它的重要性呢主要是交通枢纽和商贸的繁盛 以及过年过节重大活动作为群众集会的地方 现在我们镜头看到的是镇江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紫金泉 紫金泉呢作为镇江景文化的一个历史见证 几经岁月的沉沦 钟立身于大市口广场这一醒目的位置 每天都受到镇江市民 乃至海内外游客的观瞻 真的是镇江明泉古井中的幸运儿 紫金泉这三个大字是明代万历年间单途之县 庞石庸所写 并为这个井呢立了石建了亭 妥善的保存 一直留存到至今 这也算一个文物建筑 这也算一个文物建筑 这边是大市口的广场 如果把一座城市看成一本书的话 那么这个城市的市中心 就是这本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 那么大市口相信在镇江人心中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每一个镇江人我相信都有一段 大市口的情节 都有一段大市口的回忆 当然了 大市口不仅仅属于镇江的过去 也属于镇江的现在 以及它的未来 关于镇江这座城市 您有什么样的记忆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